凡是有车一族都希望自己的爱车,开的长久,减少维修的费用,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学会科学的养护爱车。 但在汽车保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,自以为是保养汽车,实际上却弄巧成捉损坏了爱车,有些甚至会损坏漆面保护层,导致漆面剥落,生锈,看了以下的错误养护法,车主们可以来对号入座,看看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不当行为。 烈日下洗车商车漆,很多车主喜欢在烈日下洗车,认为这样洗后,很快就能将车身上的水晒干。 其实不然,在烈日下洗车,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,会是车漆的最上层,产生局部高温现象。 时间久了,车漆便会失去光泽。 若是在此时打蜡,也容易造成车身色泽不均匀,所以,洗车打蜡最好是在有遮蔽的条件下进行。 如果无法保证,则最好选在阴天或是晴天的早晨,傍晚时分进行。 洗车像洗澡损空调,遇上天气气温升高,灰尘加大,车身容易脏,车主洗车的频率也开始上升。 很多车主在洗车时,也希望像给自己洗澡一样,弄得彻彻底底。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,一定要保持汽车空调外表的干爽。 如果汽车空调不小心被弄湿,会影响到它的寿命,洗得太勤也伤其谨慎抛光于美容。 正常晴天,一般不是很脏的情况下,可以5到8天洗一次。 如果一到两天洗一次,那么,你的车漆寿命只有50%,下雨下雪及时洗车,防止腐蚀,抛光本身就伤。 七,美容选正规的地方去坐,小变美容等于毁容。 螺栓过紧永久变形汽车上用螺栓,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,应保证其有足够的预紧力,但也不能拧得过紧。 若拧得过紧,一方面将使连接键在外力作用下,产生永久变形,另一方面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,甚至造成滑扣或者断现象。 风扇皮带太紧轴承负荷,大当气温过高,有些司机认为,提高风扇皮带紧度,可以提高发动机冷却效果。 因此便一个劲地提高风扇皮带紧度,殊不知这样做是有害的。 风扇皮带应保持松紧适当,应过劲会使轴承负荷固大,功率消耗增加,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。 皮带拉长变形,寿命缩短,进口轮胎不适用。 有些人买轮胎,特别喜欢强调进口,国外的新缓轮胎对国内用户来说,不是非常适用。 欧洲的路面与国内有较大区别,适合欧洲路况的轮胎,在国内男友上家表现,就如同穿意大利名牌皮鞋走狮子路一般。 胎侧起包在所难免,一些国外品牌的轮胎,在国内合资生产后,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,在轮胎侧面分加了一层帘子布。 从而大大增强了胎侧的抗冲击力,合资生产的轮胎从性能上讲,完全能够替代进口货。 洗车的水流也有技巧从外表来看,洗车只是个简单的体力劳动,似乎没有任何技巧,但洗车的水流是很有讲究的。 专业一点的洗车店,绝不会一上来,就用高压水箱狂喷,一般第一点一定要细水慢流,从上往下冲,把车上粘的灰尘颗粒用水流带走。 要是一开始就用高压水枪,那就等于是让灰尘颗粒在车漆表面做摩擦运动。 有的时候,车主为了省事,常常在路边店里洗车,那些拎个水桶来洗车的。 如果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它们的桶里有大把泥沙,跟用沙纸擦车没区别。 有的洗车店用的毛巾也是宾馆里淘汰下来的,这样的毛巾看起来,还很新也很白,但实际上已经很粗糙了。 同样对车有伤害,圆圈方式打蜡效果差。 很多人给车身打蜡,都习惯性低以圆圈方式进行,这是不正确的方法。 正确的打蜡方式是以直线方式,横竖线交替进行,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,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。 洗衣粉洗车最伤车漆看到工作人员洗得很认真,洗涤的泡泡满天飞,于是许多车主便认为再脏的车子只要送到洗车厂就一切OK了。 洗完了从外表看样子挺干净,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洗车店是用什么在给你洗车时,你可以用手指捏捏,拿鼻子纹纹那些泡泡,你会发现是洗衣粉。 洗衣粉是碱性洗涤剂,对车吸损害很大,如果长期用洗衣粉来洗车,汽车表面就会逐渐失去光泽,而当车主发现自己的车被洗出问题时,则毁之晚已。 以上就是关于洗车也不能随意错误的洗车方法的介绍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